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跟你商量一下 在开庭之前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两个 从孟姓身边调开 现在还用我调他吗 他现在憎恨自己分身无数 交头烂门 怎么回事 小薛 你好 小薛啊 是这样的 我考虑再三 那边的事情 还只能全球委托你来办理了 孟姓这边的事情事关重大 我不能离开啊 好 那行 我们保持联系吧 张大夫 来来来 请坐请坐 没想到你恢复得这么好啊 是啊 多亏的大夫对我的治疗 和提供的健康信息 你还只因为你的意志坚强 大夫 今天来呢 一时向你道谢 我还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忙个忙 请点 你能给我和孟姓心开个证明吗 我们 我们现在成了被告了 被告了 告你们怎么 他要告我们非法通知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师哥 你真失败 你说你当初怎么能抛弃孟姬 你找这么 这么个人呢 你别看他跟叶英一样 整天唱着情呀爱呀 那完全是对他自己赤裸裸的嘲讽 不过 不过 对付这种人 我也许有办法 袁总 欣平打了电话 说董森林的妻子病危 他要求见你一面 什么时候的事 一小时之前 你打电话问清楚 谁打的电话在哪所医院 我打过了 他要电话关机了 那请问我知道 你放心去吧 路上开车自己小心一点 可我担心你的官司 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只有相信郑律师 相信法律的公正 那好好你自己多保重 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如果他妻子要没什么事 开庭前我一定赶回来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啊 有这些证据 胜诉的把握就更大了 有些证据 可能使你很难堪 谢谢郑律师 为了还文君一个清白 我不在乎 一飞 你上海那边的官司 要开庭了 你不去可以吗 行 上海那边的事情 我找人带领就是了 没问题 我现在成了一个 官司缠身的男人了 喂 怎么会这样啊 你先别急 你今晚别脸也赶回来了 你还是明天回来吧 好的好的 你自己小心一点 圆珍被人使得掉 狐狸山之际 她怎么了 董森林的妻子并未一说 根本是子虚乌有 她现在白跑一趟不说 还在修理场修车呢 我说 我觉得这事 不像是夏凌晴狗干 我也觉得不是 可那会是谁呢 行 咱们别多想了 明年的事要紧 走吧 K 原针大哥 哎 官司结果怎么样 我赶到法院 一个人都没见到 夏林卿过 撤诉了 撤诉了 为什么 可能他良心发现吧 那孟新呢 被他拉走了 拉走了 他要干什么 可能是依菲要跟她离婚呢 孟欣姐 依菲 谢谢你们给我一个 可以倾诉的机会 在打这场官司之前 我还在问如何取得胜诉 而绞尽脑汁 其实这两天我也在思考 我也看到和听到一些事实 我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可是由于失去信任 迫使我让孟欣姐正在被告席上 尽管 十一菲现在是我的丈夫 可是我知道 她心里一直都没有忘记你 我以前一直不太相信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善良宽厚的人 但是现在我信了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 我现在真诚地向你道歉 并且撤回诉讼你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有机 孟欣姐 有一句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 其实 你当初是完全可以留住十一菲的 可是 对不起 原来我又提及过去 我这个人就是太任性了 从来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当时 还是我们不够冷静 不过都过去了 不过都过去了 秦谷 我知道你很爱一菲 她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 婚姻 不是都能够那么完美的 关键是要彼此珍惜 我相信 我相信 她是一个能让你托付终身的男人 孟欣姐 你听我说 这张支票 无论如何你都得收下 因为这原来就是属于你的钱 这里面 有你当初为了支持我们开公司的全部家当 也有你为一菲之病而借的钱 还有我们对你表示的谢意 我知道 我知道这些钱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歉意 可是 多多少少能弥补一下 你对我们那种无怨无悔的付出 不 你听我说 当初易飞为了开公司从家里拿的钱 都是她自己经商挣的 我只不过替她存起来而已 这些钱根本不属于我 可是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 当初没有那些钱的时候 我们还过得很幸福 现在这钱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 还是你们留着拿去扩大公司的经营吧 拿去扩大公司的经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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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